好 最需要帶您來關注的就是蘇拉 颱風的陸上颱風警報已經發布了 明後兩天影響最為顯著 那麼詳細的動態交給內氣象主播周佑璇 好 我們可以透過看到 透過這個雷達回波圖 可以看到這個雨帶的回波 已經一波一波的逐漸靠近 尤其是在明天的時候 這一些雨帶就會來到東半部的上空了 這也代表說蘇拉颱風步步逼近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它位於在鵝鑾比南南東方 大約330公里 是以中台上線的資資 持續朝著台灣前進 那麼氣象局已經在下午5點半的時候 發布了陸上警報 而警戒區就落在了 恆春半島以及屏東線 只是原本也預估說 高雄還有台南 有可能也會在警戒的範圍當中 只是今天的整個路徑上來說 它是有稍微往南偏一點 所以在這兩個地方目前是沒有發布 陸上警報的 但是還是不能夠釣魚清新整個蘇拉颱風 因為雖然它的七級暴風圈只有180公里 相對是比較小的 但是它的整個節奏結構是非常扎實的 我們就來看到它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針對了東半部地區 可能就會帶來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明天首當其衝 特別是在整個恆春半島 以及花蓮還有台東 都會帶來非常強烈的雨勢 可能會來到大雨 甚至是好雨的等級 一直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整個蘇拉颱風持續的往前走 就會來到了西南部的海面上 所以這個時候整個雨區 又會往南部這邊來擴 包含台南還有高雄 甚至特別是在山區的部分 雨勢都會變得非常大 尤其在整個恆春半島 禮拜三還有禮拜四 將會是整個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反觀我們來看到 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在明天來說 相對影響是非常小的 只有在中部地區 可能會有一些雷震雨 而且有可能受到 被風沉降的影響 在這個地方都會來到 明天36度以上的高溫 只是大家也非常關心了 除了蘇拉颱風 緊接而來還有海魁颱風 現在大家都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 所謂的藤原效應 而這個藤原效應 也就是說兩者之間 靠近最大約 只有1000公里以內的話 有可能就會出現 互相牽制的作用 只是這個海魁颱風 預估是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會轉為中度颱風了 而兩者最接近的時候 預估就會是在9月1號 接下來有可能 如果一旦真的發生了 藤原效應 兩個人的路徑上面 都會有所分歧 只是現在氣象局認為說 整個蘇拉颱風 未來會持續朝著 大陸的廣東方向來走 有可能不會出現藤原效應 未來整個路徑上的分析 帶你來看我們的專題報導 受到海魁颱風牽制 及北側太平洋高壓勢力 較預期強的狀態下 蘇拉颱風預報路徑 持續的往南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 可能在週三夜晚到週四清晨之間 颱風中心通過恆春南方海面 蘇拉颱風結構有如小鋼炮 中心風速強 在台灣東南邊時強度最高 颱風接近台灣 台東 屏東 恆春 風雨顯著 花蓮 宜蘭 大台北 桃園 有震風雨 蘇拉颱風它其實在過去幾天的 導引氣流都不是很明顯 那現在的話是會主要受到 太平洋高壓的南側的一個 導引氣流影響 會主要往這個西北方向移動 那它的路徑其實變數 也還是滿大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稍微留意 那目前看起來大概就是 在巴士海峽這邊通過 再往西面移動 那對我們台灣來說 目前看起來的話 因為以強度來說 它是有可能增強到 這個強烈颱風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蘇拉颱風最近有增強 其實就是有一部分 這種気風氣流的水氣 被它捲進去了 所以有這種高能量的水氣的支持 那就增強起來 但是這個水氣並沒有直接 接到整個蘇拉的環流裡面 它只是邊緣水氣提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蘇拉台風最近開始 它的環流範圍又有點增大的趨勢 因為剛開始算是比較集中比較小 那現在又變得比較大 所以慢慢的它就會受到這個氣流影響 那這就是它造成 它好像是逆時針旋轉 現在在南邊是在往東側 慢慢再轉回往北邊去 不過現在看起來各國的趨勢 共識還算高 所以大概就是會影響台灣 專家認為蘇拉台風來勢洶洶 台灣南部與東南部地區要特別留意 主要關鍵是由東邊往西邊移動 因此迎風面來說 是以整個東南部像是花蓮台東 東半部到北部地區受外環流的影響 可能是風雨比較明顯的地方 可能就會逐漸的擴展到包括是這個 雲林以南然後一直到花蓮地區 都有機會會進入到這個路上 颱風警報的範圍 那至於說北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目前看起來的話 應該會是在這個警報的範圍之外 就是比較不受到這個颱風直接的影響 那因為這個颱風最接近台灣的時間 應該是會落在禮拜三的晚上 到禮拜四的清晨 也就是這段期間的話 整個風雨的狀況會是最為明顯的 蘇拉台風現在的路徑 比較偏向於會從台灣南部的巴士海峽通過 如果是走這條路徑的時候 那實際上來講 它受到比較大影響的區域 會是在台灣的東部 也就是在台東還有南部 台南高雄到屏東這一個區域 我們知道熱帶的對流這個季節 本來就應該都有 那再加上南邊如果有季風氣流過來 今年是聖英發展年 這個季風氣流比較容易往西北太平洋這邊 滲入 那滲入的話這邊加強 加強對流 所以在赤道區 所以在菲律賓的東方這邊的海面 就很容易有台風聲稱 我們感覺是一個這一個 這個是 主要都是受到這個大低壓帶 跟這個季風氣流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 台風的環境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是一個很大的低壓帶 從渡數類開始 就是在這個大低壓帶裡面發展 那我們知道在一個大低壓裡面 你只要對流強一點 那就有 水裡上就有 比較高的距離能夠形成颱風 所以我們看到從杜斯維之後開始 其實蠻多蠻多 有的沒有變成颱風 但是很多這種小洞洞 尤其往日本去的 這個個案相當的多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大低壓帶的影響 氣象局表示 預估蘇拉颱風中心在30號 31號最接近 台灣仍會明顯受到颱風影響 民眾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TVBS新聞 蕭運強 廖廣斌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好 還要請教佑軒 除了蘇拉海葵 台灣東部海域接下來 是不是還會有颱風持續生成呢 佑軒 好 確實有 大家印象都還蠻深刻的 因為現在除了這個蘇拉颱風以外 再來呢 還有這個後面緊接而來的海葵颱風 而其實呢 在前幾天還有一個丹瑞颱風 也就是今年的第10號颱風 只是它在今天已經轉為了溫帶氣旋 所以現在整個太平洋上面 是並沒有所謂的三台共舞的現象了 那麼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整個海葵颱風很有可能就會 牽引著蘇拉颱風未來的路徑 兩個當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只是大家都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颱風好像一個接著一個來呢 從這個杜蘇瑞開始緊接而來 又有卡努颱風 現在又有蘇拉颱風要影響我們 而且我們剛剛有說到 這個海葵颱風未來可能會朝著 這個台灣的東部海域來走 只是原本想說 接下來這兩個颱風可能陸續的消散之後 沒想到現在在整個低壓帶的環境上面 又有颱風消消長長可能會生成了 我們就來看到氣象局講到了 現在在這個台灣的東部的海域上面 有熱帶系統是逐漸的交互作用 而且至少有五個熱帶系統 消消長長有可能會轉為這個熱帶低壓 目前看起來是有一個熱帶低壓的 形成可能性 而且有可能在這兩三天就會形成了 甚至不排除在五天之內 就會變成第12號的颱風 也就是紅燕生成 有沒有可能又出現三台共舞呢 我們就來看到其實預估9月1號 也就是禮拜五之後 整個蘇拉颱風就會逐漸的遠離台灣 而且它是預估是會朝著大陸的廣東來走 緊接著9月2號 9月3號 但是在9月4號的時候 預估可能蘇拉颱風就會逐漸的消散 有可能就像丹瑞颱風逐漸的離開了一樣 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形成三台共舞 也就是蘇拉颱風還有海葵颱風 甚至是再加上紅燕颱風 未來氣象局都還要再持續觀測 因為整個不確定性都還蠻大的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好 我們就持續來關注 颱風蘇拉漸漸的禁逼 受外圍環流的影響 台東富岡漁港晚間出現近5米浪高 交給記者江柏君 好 蘇拉颱風的禁逼 尤其在它的外圍環流上 其實是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台東市區 目前我們是位在富岡漁港這附近的 海岸線的道路上 其實因為我們旁邊 緊鄰的就是這個硝波塊 因此每一陣每一陣的浪打過來 基本上平均都有3到5米這麼高 有的甚至已經跟記者 目前所站在的橋上 已經達到將近是一樣的高度了 所以這個感受上 其實是非常的震撼的 那麼除此之外 在附近的這個富岡漁港這邊 這邊是有一個海巡署的 那麼海巡署人員剛也特別強調了 尤其是在外頭出去是有一個連外道路的 不過再出去 因為它距離海岸線會非常的近 以這個所有的漁船 是已經都不會再出海了 再加上就怕有的人一靠近 會一不小心出現意外 因此海巡署會特別來加強 這一塊的巡邏 那麼尤其也提到了 在這個蘇拉的外圍環流 是逐步進逼了 尤其像是這個雨勢的部分 是一陣一陣的來 這個風也是一陣一陣的吹 因此雖然說這個明天台東還是正常的 上班上課 但還是提醒大家在外務必得多視留意 以上是找到今天下集 好 接著國際焦點來關注的是烏爾戰爭 烏克蘭奪回一個重要戰略村莊 夜間突襲之後成功的在羅伯蒂村的插旗 俄羅斯面臨敗退的壓力決定繼續消遣打仗 根據CNN的報導 俄羅斯2023年軍事預算已經翻倍 達到1000億美元 軍事開銷大 不但助長了通膨 也讓盧布持續下台 烏軍坦克車直直往前 繼續往巴赫姆特一帶的 俄軍陣底推進當中 多一時間 札波羅熱的烏冰忙著清理戰壕 現場物品散落一地 已看不見俄軍的影子 烏軍成功收復東南部戰略要地 羅伯蒂村後又曝光最新畫面 當時展開的是夜間突襲 負責任務的第47機械化旅 得佩戴夜視鏡往前 最後也拍下這段經典的摸黑插旗片 烏克蘭表示過去一個禮拜 在南部取得進展累計收復 44平方公里的體力 烏克蘭防長強調反攻 都按計畫進行 只是俄羅斯方面 也沒有收手打算 當地坦克場還加碼趕工 俄羅斯總理過去曾表示 過去一年這裡產量已經高出三倍 CNN報道俄羅斯原本2023年的 國防預算大約為500億美元 但路透社另外取得文件發現 相關的預算又提高到原本的兩倍 實際可能更高 俄羅斯鐵了心 燒錢打仗 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衝擊 與此同時 俄羅斯一間直升機工廠 推出人才招募廣告 卻發現儘管調薪17% 大陸央視最近卻報導 俄羅斯旅遊開始復蘇 原本的西方遊客慢慢被印度 阿拉伯國家和伊朗觀光客取代 報導稱上半年到俄國的外國遊客 有將近20萬人 業者受訪時還說莫斯科很安全 俄羅斯官媒這幾天盡量避免報導民眾 用到普里格金臨時紀念所悼念 相關獻花鏡頭幾乎都是由外媒拍攝 伊芸妮·布瑰克雲的死亡 說他只證明了 我們有少許多人 我們真的想要關注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目標 CNN還發現克里姆林宮 儘管否認涉及墜機 卻又火速清空失事 現場遭質疑是心虛 原本的地點只剩下一點紀念物 俄乌戰爭究竟何時打完還很難說 各界也開始關注 烏克蘭原定明年舉行的總統大選 當中不只牽涉經費問題 烏克蘭還得先解除戒嚴 否則無法選舉 相比澤倫斯基在戰爭時照常飛到國外爭取援助 俄羅斯總統普欣則因為害怕被逮 越來越不敢出國 印度證實普京週一親自致電印度總理莫迪 說他不會出席9月舉行的G20峰會 這位新聞綜合報導 北韓慶祝828海軍節 金正恩批評美日韓三國將軍演常態化 簡直像黑幫流氓 而北韓正進行的已知自由護盾軍演 這兩天進行反滲透演練 另外菲律賓此刻也正在跟澳洲 舉行兩棲攻擊演習 聯合抗中的意味還是相當濃厚 慶祝北韓828海軍節 北韓大外宣秀出各級海軍軍艦 領導人金正恩更下令加強海軍力量 做好隨時戰鬥準備 一身米色西裝現身閱兵 此時金正恩的女兒金珠愛加入爸爸的行列 這是他相隔一百多天再公開露面 白上衣黑色的小喇叭褲 簡直就像媽媽李學主的翻版 而這也是在這場合中金正恩再度向美日韓三國開炮 他怒批日前的美日韓峰會 同意將軍演常態化 等於是把朝鮮半島海域推向核戰邊緣 更罵拜登隱其樂及岸田文雄三位領導人就像黑幫流氓 金正恩炮火猛烈恐怕也是因為 就在距離北緯38度縣不遠處的襄阳郡外海 這裡正在舉行美韓已知自由護盾軍演 美韓士兵六人一組匍匐在橡皮艇上 看似就在演練滲透行動 直接挑動北韓最敏感神經 已知自由護盾軍演一連十天 目前進展到第二階段 每到這時候 北韓的對外言詞就更為強硬讓東北亞局勢升溫 只是此時在東南亞也不是風平浪靜 空中有美國的F35戰機 陸上有美國的M1A1艾布蘭坦克 澳洲和菲律賓兩國至少出動2000名士兵 進行逼真實戰演練 就連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都到場坐鎮監督 登陸 躲倒 跳傘 樣樣來 澳洲最近幾個月積極鞏固與亞太盟友關係 其中一個就是菲律賓 要防的是誰 菲律賓防長這番話耐人尋味 強調尊重法治的國家 這意思是在批評破壞規則的是中國大陸嗎 因為日前菲律賓的海警船又在南海和中國大陸的船艦 差一點擦槍走火 菲律賓指控中國大陸海警船刻意阻擋 雙方在廣播州都互稱有主權 控對方擅闖水域 這樣的行為 美軍第七艦隊司令馬上指出大陸必須停止挑釁 雙方又在南海交惡 而此時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剛好進行仿中行 談判能否順利恐怕也很難和地緣競爭的口水戰完全切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美國加州搶案 越來越長掘洛杉磯精品賣場跟Nike商店 接連遭到犯罪集團光天化日下搶走商品 當地零售業人人自圍紛紛用閘門來避禍治安惡化 這根究底還是因為通膨 因為低收入戶家庭負債跟卡債都創新高 買不起乾脆用搶的 多達50名的蒙面歹徒像是發了狂 看到什麼就搶什麼 高檔服飾包包只要搬得動 立刻搶了奪門而出 這名歹徒也不顧包包的防盜所還沒解開 拖著貨架就跑 嫌麻煩把包包丟在一旁 隨手撿起地上的服飾當作戰利品 店員為了求自保 沒人敢上前阻止 整座賣場仿佛被龍捲風掃過 凌亂不堪 這是發生在這個月中 美國洛杉磯的精品購物中心 Nordstrom遭到犯罪組織快閃搶劫損 損失將近1000萬台幣 類似的搶案多到如家常便飯 10人被捕捉後 在這個Nike的商店裡 純粹把貨架上鎖 顧客要買個洗面乳 要買個牙膏 通通都要請店員開鎖取貨 前面提到的Nordstrom更是關閉了 舊金山市中心的賣場 商家紛紛關門閉貨 蕭條擴散到整個零售業 連鎖運動用品品牌迪克第二季的獲利 萎縮兩成就是被搶走的 演變成這種局面 都要怪政府立法失當 加州政府為了減輕監獄擁擠的問題 2014年通過了47號提案 凡是犯罪金額低於950美元 大概3萬台幣的竊盜案 從重罪改為輕罪 罰錢了事不必入獄 罰則太輕乾脆連法官都不會告訴 連帶的警方也懶得受理報案 The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says Organized Retail Crime is on the rise Accounting for 94.5 billion dollars in losses in 2021 Driven by inflation and what critics say is a lack of law enforcement 林元購會如此猖狂 還有大環境的經濟問題 想要的買不起就乾脆用搶的 老牌的零售商 沒吸百貨就發現 越來越多的顧客繳不出卡費 明明通膨都已經有所緩和 但是根據統計 美國第二季的家庭負債 已經突破了17兆美元 自疫情以來激增了2.9兆 個人卡債也突破1兆 比起前一季飆升4.6% 拖欠一個月卡債的人暴增 而現在信用卡的平均利率 20%已經逼近歷史高點 導致很多人繳不出卡費 只是問題根源高利率時代看到盡頭了嗎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這麼說 外界解讀鮑爾的立場 因中代歌 預期聯準會還會再升息一馬 但是9月可能會先按兵不動 觀望數據到了11月才會出手 只是高利率的苦果在銀行業也逐漸浮現 高利率下企業的借貸意願低 銀行的放款減少 不少借款者無力償還 呆帳暴增造成銀行的流動性問題 惠玉就警告說 連摩根大通或是美國銀行這種神主排級的銀行 都可能面臨營運降頻 市場上的風向也變了 不少分析都認為美國經濟顯然過熱 通膨還可能會反彈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高利率時代不會這麼快終結 提備時間掌握報導 繼續今天時間不一樣精選 先來關注也是颱風的消息 蘇拉海葵目前相距大概1800公里 距離遠相互影響還不明顯 這項專家表示 不過到了周四周五 兩台拉近距離到1500公里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出現藤原效應 而一旦產生藤原效應 如果海葵強度更強 不排除將蘇拉從廣東沿海 又重新拉回台灣附近 而如果海葵的強度不足 蘇拉則持續朝中國大陸沿海前進的話 海葵持續朝西北 會先接近沖繩再往海國 颱風來之前關起穿堂的門 擋水板排排站 再用沙袋固定 台北市大家國小的防台準備 馬虎不得 因為上次淹到快這裡 再接一包上去 原因就是8月10日的一場大雨 大家國小淹大水 透過校門監視器畫面回顧 一波一波的水灌進校園 不久之後淹成一道河流 高工局的那個排水管 做得非常好 可是它下來的就是 剛好在我學校的門口 然後它真的變成說 如果是11量60 我就60乘以2 然後你看它的地面比我高 它水就是這樣子淹進來 然後也可以淹到我的小腿 會淹水不是雨有多大 而是旁邊就是高速公路 上面的水管排水 剛好就排到國小前 形成學校門前有小河的窘境 淹看馬上就要開學 校方精心準備好新的上課環境 迎接學童返校 我們來到大家國小的教室裡面 可以看到櫃子全部更新了一次 主要是因為在6月30號放暑假之前 因為一場大雨造成滲水 這邊年久失修的櫃子全部被泡爛 校方趕緊在開學之前更新這些設備 讓小朋友可以在開學時 有新的櫃子可以使用 而現在在開學當天遇到颱風 校方也趕緊做好防台措施 工友大哥趁著好天氣 清掃堵住排水溝的落葉 防水沙包也隨時待命 其實很擔心萬一颱風進來的話 尤其是風雨交加 小朋友要第一天來上學 恐怕會影響到情緒 還有安全的問題 校園的部分 我們已經做好了 嚴陣以待整個帶彈這樣子 從樓上的落水口 到整個防汛措施 我們都做好了準備 蘇拉颱風逼近 預計週四影響最大 蘇拉海魁颱風同時供舞 有可能產生藤原效應 藤原效應其實以前最早是 日本的西洋學家發明的 所以叫藤原先生 在19230年代看到的這個現象 其實這就是把兩個流體 丟在一個場域的時候 會發現說兩個漩渦 會有一個互相的牽引作用 放在大氣中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這個三圍流體 只要距離夠近的漩渦 它可能都會有一些 互相的牽引作用 藤原效應其實影響 就是颱風的路徑還有速度 所以要看藤原效應 發生在哪裡 如果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湊巧 就是說如果一個颱風 它因為彤原效應減慢速度 然後是在陸地上減慢的話 它停留的時間變長 確實就很有可能會有很強 很累積很強很長時間的風雨的狀況 當兩個氣旋有明顯強弱之分 較長氣旋可能吸收較弱氣旋 合而為一 或者較弱氣旋會沿較長氣旋 外圍環流逆時針旋轉 若兩個氣旋強弱旋鼓相當 則以兩者連線的終點為原心 逆時針旋轉 由於海魁的路徑和發展強度 仍有不確定性 與蘇拉距離將近1800公里 不同模式 結果不同 仍要觀察 蘇拉距離的位置 它在菲律賓東方 然後海龜颱風 目前在關島的附近 所以這海龜颱風 它的導引氣流比較強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蘇拉距離快 那大概蘇拉距離進到南海之後 就是大概在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就是他們兩個的距離 當海龜颱風來到沖繩群島附近的時候 他們兩個距離會在1000公里以內 那這個時候兩個颱風 確實會開始有一些互相牽引的效果 不過到時候 因為海龜颱風的導引氣流比較強 所以它的速度 會一直往沖繩這個方向過去 那蘇拉颱風到時候可能會在 我們南海北方這邊 會稍微減慢速度 2001年納利颱風和丹納斯颱風 產生藤原效應 停留台灣長達49小時 長時間治災性好雨 釀嚴重災情 蘇拉的颱風的路徑 有稍微難偏一點點 所以它帶來的降雨 大概就會影響是在比較南部 或是東南部地區 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降雨量其實應該是 還在預期的範圍內 根據氣象專家觀察 這次的雙台效應幾路不高 但仍得盛防 沿海大潮及低洼海水倒灌 防災準備人不可掉以輕心 TVBS新聞 吳奎言往後以台北採訪報導 說到大潮 就來看年度天文大潮來了 而且這時間點很剛好 跟來勢洶洶的蘇拉颱風碰到 氣象局就特別提醒了 30號到9月3號這幾天 全新北到北台南 還有澎湖沿海低洼地區 都要特別注意海水倒灌 局部淹水的現象 頂著烈日大太陽 傳著背心在淡水沿岸來回巡視 包括了海水高度 排水跟擋水作業 任何細節都不能放過 就是因為風雨要來了 沿海全線都是重點防範目標 尤其這一回要防範的 還不只是颱風蘇拉逐漸靠近台灣 所造成的外圍環流影響而已 講到沿岸的防汛 這裡就是一個很指標的地點 看到我左手邊的這個岸口 在每個月初115的時候 海水一定會灌上去 還有這裡 這裡是馬街博士上岸的地方 還有一個銅像來做為標示 也是在同樣的時間點 海水一定會淹過來 算一算時間 颱風影響台灣的時程 剛好就是中元節 也就是30號前後 而氣象局也發布了市警通知 提醒8月30號到9月3號之間 新北至北台南還有澎湖沿海 這些低洼區域地方 漲潮期間都得要特別當心 海水倒灌還有局部淹水的現象 是的 如果颱風剛好遇到大滿潮的時候 這個地方勢必一定會都會淹水 當我們防災的時候 在我們監測水岸會有放置200包的沙包 還有我們會動員12位的防災室 還有40位的義工 還有兩位的真水志工 或對整個區域的一個做一個巡查 以及通報以及救護的工作 提醒民眾 期間如至沿海及淡水巴黎沿岸河邊 在漲潮時請注意水位倒灌 然後局部淹水等現象 然後請勿靠近並注意自身安全 把時間往前推 不到一個月前西台的卡努颱風 儘管對於台灣沿岸帶來的風雨 沒有想像中劇烈 但是外圍環流加上適逢大潮 也讓不少地勢比較低的濱海地區 海水倒灌 淹水狀況不斷 如今年度天文大潮又來強碰颱風 除了沿岸地區 市區內的低洼地區 也得要小心防範 台北市大概有幾個局部低洼 第四低洼的點位 第一個是說社子島 社子島延平北路八段 其實是局部踢挖點 那還有包含了市區內的 中山北路二段解析街口 或者是我們的中山北路五段 湖林路口 這些點位都是 局部第四低洼 我們每天都會參考 台大跡象團隊 提供給我們的像預報資料 那我們會研判這些 這樣的預報資料 會不會可能造成一些 激淵水的風險 那我們針對這些 局部第四低洼的地點 或者是一些激水的敏感地區 我們會以避布外出機 去抽水機的方式 來做一個應應 儘管目前颱風路線偏移 但是影響範圍 仍直逼台灣南部 當蘇拉颱風又遇上年度滿潮 風險往上加成 防範不可不慎 TV新聞鄭盛維成文月台北 採訪報導 台風接地席台 眼看蘇拉就要報導 不少人擔心菜價 是不是又要漲一波 因為蔬菜經過杜蘇瑞卡努 霞帶蠔雨造成濃損之後 部分蔬菜價格還是居高不下 上市高山高麗菜 長最兇 每斤65到70元 平均買一顆就要破百元 婆婆媽媽上菜市場 發現部分菜價漲太兇 根本買不下手 霞山高麗菜一斤65到70元 買一顆就要破百元 高麗菜的話 現在中南部平地沒有 只有高山的 高山的話 這次的影響一個量縮減到一半 所以現在的高麗菜漲不大 小顆就趕快採收 大顆的一斤最少要80 90以上 它一般中南的最起碼要60塊起跳 老闆坦言菜價經過前幾次 颱風肆虐 近期確實偏高 番茄一斤也要80元 另外苦瓜小黃瓜 漲幅也有50% 而蘇拉颱風來勢洶洶 菜價恐怕持續波動 現在已經算是高檔 特定的品項就是像番茄高麗菜 這個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未來的話 就看這兩天颱風的影響 它的影響層面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或許價格就不會再往上去 今年第九號颱風 蘇拉逼近 東半部和南部山區首當其衝 雨勢江最明顯 氣象局提醒 明後兩天會是影響台灣最劇烈 風雨最強的時間點 各地天氣都不穩定 它的強度稍微又增強了一些些 目前是最強的中度颱風 而且氣急風的暴風半徑 稍微擴大到180公里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暴風圈 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會影響到我們的近海 然後也這樣子 路徑看起來的話 在明天周五前後 有可能接觸到南端陸地 所以去這樣子預估 我們今天下午五點半 會對屏東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蘇拉颱風小而扎實 暴風半徑約150至180公里左右 30、31號 颱風中心到西南部海面 東半部及南部 會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尤其台東、屏東更是降雨熱區 接下來9月1號、2號 雖然降雨趨緩 但各地仍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雨 第一個最大的降雨熱區 我們如果從這個五天的圖 可以看到就是台東跟屏東 這是第一個降雨熱區 第二個當然就是會比較接近 在花東交界 花東交界這個地方 可能在南花蓮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在高雄 30號大概白天的時候 上午8點的時候 其實它的暴風圈大概就開始 要接觸我們這個屏東的陸地 所以大概30號的白天開始之後 我們這個台東、屏東 這邊的風雨會越來越明顯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颱風預測的路徑 有逐漸往南修正的趨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的位置還在菲律賓 東北方的海面上面 接下來就會逐漸的 通過巴士海峽 預計禮拜三到禮拜四 會是它最接近台灣 就是通過巴士海峽的時間點 預計在禮拜四的下半天 它就會逐漸的遠離台灣了 那麼如果依照這樣子的路徑上面 來看的話 其實最主要影響的區域 風雨比較大的區域 會落在花蓮、台東 然後還有屏東、衡村半島 這個地方 會是最主要受到 這個颱風環流影響的區域 那麼等到禮拜四 這個颱風到了台灣的 西南側的海域的時候 這個時候高雄跟台南地區 也有機會出現一些 間歇性的風雨 蘇拉颱風 雖然目前減弱為中度颱風 不過氣象局預估 未來強度 可能會重新升級為牆台 再次挑戰 二次巔峰 昨天的時候 因為它在同樣一個地方 大概停了稍微 比較久一點點 冷的海溫弄上來 所以它的強度有減弱 但是今天上午 這一段期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蘇拉颱風 它的結構中心的這個雲溪 有再次的重整 有再次的重整 所以很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眼牆的結構 非常的明顯 目前就是它在整個第二次的一個 再增強的一個狀態出現 所以應該就會把它變成是一個 強烈颱風的一個等級 中台蘇拉持續朝台灣逼近 東半部及南部地區得嚴加戒備 颱風所帶來的強風豪雨 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TVBS新聞 嚴仁山留言宣台北採訪某島 這項專家還說 今年很可能是聖英年 雖然颱風不會特別多 但是強臺生成機率恐怕會增加 也分析未來可能還會再有 11個颱風生成 而自從2019年白鹿颱風以來 至今都沒有颱風中心登台國 就是往這個琉球海面的機會是比較高 強述的颱風路径分析每一種可能 畫面上是兩個颱風距離台灣非常靠近 分別是蘇拉跟海葵 更上面還有一個單銳颱風 颱風的走向動態都得多加留意 理論上來說 在過去的聖英年算起來的話 其實因為聖英年它這個海溫 也是比較偏高的情況 而且颱風形成的位置可能會比較偏東 就是在海面上帶的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其實颱風理論上來講 的確是比較容易會發展到 就是中路颱風或者是強烈颱風的等級的 截止到8月21號為止 今年一共出現8個颱風 暫時低於平均值12.2個 但目前預測都顯示 今年有聖英年的趨勢 颱風屬於偏多偏強 國際氣象單位預測 今年西北太平洋 將會有29個颱風 專家也分析 未來秋台的機率也將大幅提升 就今年整個全年的話 西北太平洋可能會有29個颱風形成 那目前大概就大概還有11個 所以形成11個 所以未來來說 可能都還有十幾個颱風 會在我們西北太平洋這邊形成 那麼當然因為十幾個颱風 那這些都在台灣的這個 周遭海域 那也不排除說未來還是有颱風 會清洗台灣的機會 都還是有的 開開過網資料來分析 中央氣象局統計 從1958年有完整紀錄以來 整個西北太平洋颱風 生成個數最多的一年是1964年 那一年一共有37個颱風生成 比起氣候平均值25.4個 多了11.6個 兩個最少的一年是2010年 只有14個颱風生成 比氣候平均值少了11.4個 今年的颱風 目前看起來在正常範圍內 但要小心 在升一年的趨勢之下 強台生成機率恐怕會提升 像海葵的話 我們能看起來 它從台灣東北方海面通過的話 也許它的這個外環流 當然有可能對我們北部的山區 帶來一些降雨的狀況 那其次就是說 它的這個颱風也會帶來 一些長浪的發生 所以說可能到週末的時候 我們北部這邊的這個浪的部分 都會比較大一點 颱風雖多 但清台仍舊是關鍵 就以數據來看 生成颱風史上最多的1964年 那一年既然沒有任何一個颱風清台 而且颱風中心直接登台 務必要提高警覺 不能因為不在颱風的警戒範圍之內 而掉以輕心 國外研究指出颱風的頻率 雖然在下降 但並不因為颱風的威脅開始減少 事實上威脅可能更加強烈 科學家們相信 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 正導致氣候條件變得更加罕見 當達到臨界點的時候 颱風威力往往特別強大 由於氣候變遷的關係 造成我們以前熟知的環境 都有了顯著的改變 像颱風的季節 在持續上的錯亂 發生的次數 以及路徑上的行徑等 都已經超乎我們以前的所有經驗 現在颱風經過的縣市 未必是最危險的地方 其他縣市也可能因為西南氣流 或是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等 雖然不在颱風路徑上 卻有相對高的風險威脅 颱風的無情少卻強大 極端氣候逐漸加劇 正在清洗擬武生活 TBN新聞 李華萊銘 台北查報報導 是由不同的團隊的合作 可以去發現自己的不足 又要跟人家合作 一方面又自己又不想輸 我們這次的歌比較熊一點 敏跟晶晶 我個人覺得滿適合 倒不是